好幾名二煞 看到桌子椅子 隨手就拿起來砸 店家完全不敢吭聲 砸完這一間後 又跑到下一間店 仔細輕點鈔票 原來這些人是竹聯邦紅人會成員 在宜蘭地區到處收保護費 眼看鐵卷門打開 警方鶴槍實彈 立刻衝進屋內 二十二歲的理性主席 坐在屋內一臉睡眼心鬆 年紀輕輕就當上紅人會 宜蘭地區的幹部 警方攻堅逮人 他正準備和女友出門 享受早餐約會 前節當天被抓 女友還哭著向警方求情 這兩隻手機你的嘛 對不對 是 警方最常發現 去年四月開始 李慶祖賢帶著底下小弟 在宜蘭蘇澳鎮放話 針對好的餐飲店和紓壓館 每個月收取一到兩萬的保護費 店家拒絕 他們便上門砸店 受害店家致敬雨季有蠢 本來就要付房租 沒想到還碰到黑道登門 淘寶護費 十個月內索討三間店 得手三萬元 這回警方一共帶回四人 僅有一人交保 並在住家搜出 不法所得十次多萬 還有許多違禁物品 翻桌時的囂張氣焰 瞬間全沒了 三選黃國磊正常的許雙雲 宜蘭台北暢報道